嗨,大家好,我是大喜妈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地花样 这个花样大人小孩都可以来用 织这款花样的时候呢,可以织多组 也可以呢,在衣服的中间织这么一组 花样29针,16行,是一组完整的花形 下面我演示花样的具体织法 织这个花样的时候呢 如果片织的话,起29的倍数 然后再加两针 我又加了两个边针,这是一组花 一组完整的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儿 不管你是织一组还是全身都织 如果片织呢,需要再加两针 让两边对称 好,现在开始织第一行 边针 这个地方呢,织的是鱼骨针 鱼骨针的织法呢,是把这两针做一个交叉 这样来织的 那我呢,这会儿是这样来织的 这两针一起插 然后呢,再把第一针,再织一针 这样织的,这样织的比较简单 和鱼骨针呢,还稍微有点区别 好,一上 三下 五上 三下 三上 三上的两边是对称的 所以呢,再织三下 五上 三下 一上 一上 好,继续 多加了这两针 还是织个鱼骨针 需要循环的呢,就是这二十九针 正常的鱼骨针是这样织就行 这样织 好,我还是两边让它一样 一起织 然后再织第一针 这样更简单一些 好,边针织上针 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 根织,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就可以了 在后面呢,我不演示反面行的织法 是上针就织上针 是下针织下针 如果圈织呢,也是根织 是什么针织什么针 第三行 正面行 边针 织这个鱼骨针 好 一上 三下 两上 接下来要织这个豆豆 这个豆豆呢,可以用钩针 我现在演示的呢,不用钩针 直接用棒针来织 这样插入针 线 从后往前织 织一针 这个呢,就放在针上 不要脱落 直接再把左磅针插进来 看到了吗 再织一针 好 然后呢,再把左磅针插进来 再织一针 这样呢,它形成了一个柱子 就是一个小辫 织了一针以后 再从这儿织一针 一共织五个这样的柱子 好 然后呢,再插进来 两个了 第三个 从后往前织针 织线 调起来 再织一针 再织一下 就相当于我们 勾了一个长针 好,这是三个了 再来一个 一个 把它再插进来 再织一个 一共要织这么五个 插针 这时候可以松掉了 织出来一针 再织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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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共呢 是五个 然后左磅针 一次这样插进来 这五针 插进来以后 进行一个五并一 还是这样绕线 好,完成了五并一 完成以后呢 把最底下这个线圈 看到吗 最底下这个线圈 从这儿把它挑起来 这样呢 是为了固定 这个疙瘩的 好 把这一针 拨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织到反面的时候 我们再固定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小疙瘩 好,继续往下 两上 三下 三下 两上 继续再织一个小豆豆 织法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三个了 第四个 五个 五个以后 左磅把这五针 全插进来 进行一个五并一 好 五并一完了以后 要记得 上最底下来 把这个线圈 要挑起来 看到吗 这样从反面挑起来 制一针 然后把这个 拨收过来 这样呢 针数没有增加 好 这样呢 豆豆就制好了 然后 两上 三下 一上 好 就这样继续往下循环 最后 再制一个鱼骨针 边针 上针 好 这样呢 就制完了 这个豆豆呢 这个地方呢 你看 这样呢 有一个洞 我们要在反面呢 处理一下 是什么针 就织什么针 好 这个地方 还是正常织 然后 这个地方 两个下针 织到这个豆豆了 这个豆豆和这边的 这个豆豆 织一个 织一个 左上二 并一 左上二 并一以后 可以把第一针 松掉 然后呢 接着 再 扭加一针 这样呢 针数没有少 这个豆豆呢 就固定住了 而且这个洞呢 也被掩盖住了 好 剩下的是什么针 就制什么针 好 你看 如果我们要 这样织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它很松 不好看 所以呢 要进行一个 冰针 这样 把这个豆豆和边上这个下针 进行一个做三二并一 然后呢 就把它松掉 松掉这个豆豆这一针 因为我们 并掉了一针 不能让针数少 所以呢 再扭加一针 就这样 扭加一针 针数没有少 看到了吗 反面的这个豆豆呢 也比较平 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空隙 就这样织 是什么针 就织什么针 就可以了 好 就把它完成 你看 这个豆豆呢 这样比较立体 它也不会说 穿着穿着呢 它就往后窜 它窜不过来 这个地方 已经把它给封死了 这样呢 无论是你在 其他的花形当中 这个豆豆呢 也是要这样吃 比较好 它比较立体 也不会 穿着穿着 就小了这个豆豆 好 这个豆豆就这样吃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次继续 这儿是什么东西 这儿是什么东西 这儿是什么东西